我小的时候最怕我妈让我去买豆角 这场景谁看谁不迷惑 这叫四季豆 也叫云豆 龙牙豆 原产地是美洲 适合干扁 清炒 注意五花肉炒四季豆 特别好吃 清明节前后 这个四季豆最嫩 所以江浙户地区呢 管它叫清明豆 这个在市场上也比较常见 这叫无筋四季豆 是四季豆的一个变种 这叫白布朗 江湖人称九粒白云豆 老来少 王中王白大驾 它的豆比较大 而且豆颊的结构比较松散 药豆 原产地在非洲 适合包包子 注意 姜豆做成酸豆角 是螺蛳粉和米线的灵魂 蛇豆 也叫蛇瓜 原产地在印度 适合做咖喱 很多人经常把蛇豆和姜豆搞混 注意 蛇豆属于胡萝克 跟豆角没有一毛钱关系 油豆角 也叫东北豆角 原产地在非洲 排骨油豆角是绝配 必吃的一道菜 油豆角有很多品种 大马掌油豆角 黄金钩 红金钩 一点红 兔子翻白眼油豆角 紫花油豆角 其中小油豆角 是我的最爱 东北油豆角 肉质肥厚 蛋白质的含量 是一般蔬菜的20倍 富含18种氨基酸 膳食纤维 从营养和口感两方面看 油豆角都是豆角中的翘楚 鹅眉豆 扁豆 猪耳段 驴耳段 都是它 原产地在印度 焖饭炖肉 有特殊的香气 特别上头 这叫产豆 也叫罗汉豆 胡豆 原产地在地中海 它适合焖饭做咖喱 豌豆 也叫回胡豆 原产地在地中海 豌豆是一个统称 是一个大家族 荷兰豆也是豌豆的一种 我们平常吃的豌豆 都属于甜豌豆 荷兰豆 也叫刀刀豆 这个原产地在太缅边境 荷兰人当初在太缅边境 发现了它 然后把它带到全世界各地 我们自然就管它 叫荷兰豆 但是注意 当初荷兰人呢 一直以为太缅边境是我们的 所以在荷兰当地 一直都管它叫中国豆 你自己都蒙了吧 这东西就炒辣肉最好吃 注意 这一期的重点来了 这叫毛豆 毛豆就是黄豆